我接下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些 我觉得很重要的工作效率提升的方法 例如说我现在我就先打开 打开这个Office2010Tips40招 然后请你稍微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有些人他在制作一份文件 制作Word的时候 他可能会做一些修改 修改然后完毕之后 他可能就去睡觉 睡觉起来之后 他想要知道他刚刚改到什么地方 举例来说这份文件是不是很长 这份文件应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文件 总共有42页 那假设他今天去看这个文件 看这个文件 我就随便挑 例如说看到这个地方好了 按下建立即可完成 然后接下来他在这个地方 假如说今天他在这个地方输入一下 今天的日期好了 他就直接在这边说2017斜线1025 然后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就是你随便挑一个地方 然后输入日期 然后存档 然后我们就关掉 然后接下来呢 他希望他在开启这份文件的时候 能够快速找到 刚刚或者是之前编辑的位置 好 你看快速点亮一下 他现在打开来 文件一定落在什么地方 落在一刚开始的第一页的 第一行的第一个起始位置 那怎么样快速找到上一次 储存档案的那个位置呢 要用快速键 要用快速键 好 而且要背起来 可是背起来这个快速键 你下次你就可以 继续接续之前的文件 编辑工作了 储存档案 最后那一个编辑位置 我再做一次哦 举例来说我这边 我随便在挑 假设我现在看文件 看到这个地方 如何有效的整合多份文件 假设我后面 我随便加几个字 一键倒定 好 然后接下来我就把这个文件 储存起来 储存起来哦 好 这是在第20 这是在第20 好 我就关掉了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是不是快速点两下 经过了 例如说两天后 我要再重新打开这份文件 怎么样回到刚刚那个位置 Shift加F5 是不是快速到一键搞定 就是我最后存档时 游标所在位置 换你来去玩一下 这一个快速回到上一次储存档案 最后的编辑位置 这样我们修改长文件 就方便多了 简单多了